今天要吃什麼來暖身呢 食補暖身 麻麵煎 聽起來有點老口 不過聽說這個 人只要保暖就不會老 我們看看 你要給我們帶來什麼招 是 我們材料有麵線 麻油 九層塔 還有我們的蛋 跟我們的薑末跟枸杞 枸杞要先泡過嗎 還是乾的 要先泡過 然後軟軟的 對 它其實主要還是就是有點 幫助它添加色彩 所以它等一下是額外加 我們一開始就先開始煎 因為它要煎有一點點時間 我們選這個麻油 是因為它有豐富的維生素1 我們就直接讓它先煎 因為它要一點時間 它才會 好香 怎麼這樣馬上就開始香起來了 我怕有點太多 就是麵線燙了之後 不要燙太軟爛 然後給它 其實沒關係 因為它煎得很久 給它鋪大一點 鋪薄一點 比較好煎脆 再來我們先來做這邊 首先我們用雞蛋 雞蛋有豐富的維生素B群 還有鈣 我們選用九層塔的原因是因為 它其實在我中草藥裡面 它是有火血吸氣的效果 因為它其實也有豐富的 葉黃素 所以它其實也有顧眼睛的效果 這樣其實它的發散的效果滿好的 它會增加我們的血液循環 所以可以幫助我們 把寒氣帶出來 讓我們有去山縫寒的效果 好香 再加一點點麻油 可以幫助它 我們的麻油 其實在神棟紅粉草精裡面 它其實是吃起來甜甜的 但是它是平性 那為什麼後來變溫補 是因為我們要經過高溫的 就是調 怎麼講 烹飪之後 然後或者是跟薑一起經過高溫 它才轉成溫性的 不然它本來是平性的 卡老師說它每一天爬山 爬六公里 沒有 走十公里 我其實就是運動 我每天其實會走十公里 然後至少爬七十層樓 那還有就是我的飲食上就是 一定要有魚 然後我喜歡吃五色的蔬果 就是這樣子而已 因為我看到老師的 就是介紹給我們的烹調 大家都是水草而已 沒有 我其實就是很簡單 但是我也沒有只是清蒸水煮 其實我還滿忠實用香料的 所以我用很多九層塔香菜 然後薑蒜這種東西 因為我很怕那種太養生 所有東西都清蒸水煮很無味的 我覺得這樣我吃了會憂鬱 所以我都是要有很豐富的 這樣子就像這樣子 下下去了以後立刻 你也是用麻油煎是不是 對 我是用麻油煎 如果說有些女生 她真的是比較會可以有一點熱量 其實你也可以不要加麵線 就是因為麵線 它是增加一個飽足感 如果你不要的話 你可以單純做這個烘蛋也可以 麻油烘蛋 對 好 我們張鈺君默默的做 我們把這個麵跟蛋也結合了 現在他要進行一下 非常容易失敗的下一步 來 我們來注意一下 張鈺君會不會失敗 好 一 二 三 OK 好完美喔 想到了 壓力這麼大還可以翻得沒有說好 不是 想不到 想不到 我原本想說 就是我已經想到要怎麼取笑它了 沒想到現在挺過了 人家不愧是專業人士 有練過有練過 有在做 好 那我們再把枸杞放下去 好 張鈺君處變不驚 真的好漂亮 最後還是重回了一點中醫的感覺 好 這就是我們的食補暖身 麻麵煎 好吃 趕快來吃我們的麻麵煎 剛剛切下去的時候 我們是用菜刀分的 脆脆的這樣脆脆的 卡卡卡卡的聲音 吃起來有沒有脆 好脆 有脆 有脆 如果真的像張鈺君 張醫師講的一樣 我們把麵給它弄少一點 或鍋子給它鋪大一點 給它煎到鍋巴就更有感覺 如果在家裡面 時間很夠的話 其實可以慢慢煎 你就會有一層是酥酥的感覺 這樣子 張醫師 你剛剛有加鹽巴嗎 沒有 我選的這個麵線 是本來就有一點點鹽度的 所以我們就沒有加鹽巴 對 因為我沒有印象 你有這橋段 但是有鹹 如果你想要吃味道比較重的話 你就可以九層塔多加一點 因為它有活血腥氣 而且它是溫性的 所以它就可以也是有一點 活絡細血 剛剛那個薑跟蛋配在一起 然後加上九層塔剛好 因為我想說吃到薑末有時候 會有一點怕薑的口感 可是它整個很OK 天然的這樣子 完全沒有加任何其他的佐料 就已經很有豐富感了 很有味道 對 很有味道 很好吃 我們很會做菜的陳醫師 給出了很大的讚美 大家一定要試試看 我們最後也會看陳醫師 要如何給我們這個帶來好菜 好 今天的這個麻麵煎 推薦給大家啦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